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6年 北京水泵厂大门20世纪80年代是北京水泵厂的鼎盛时期 进入21世纪 随着国际企业的改革 水泵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末期 041988年北院环岛如今 随着广渠路冬延工程的进行 这个大环岛最终将被改造成平较路口 051990年 新华大街新华大街 取新中华所建制一而名 改革开放四十年 这条街承转了通州大部分的繁华 061991年卖切糕对于八零后来说 切糕可是儿时非常流行的一种零食 071991年 扎桥南口这样的路边小滩也成为了记忆 神秘的舞厅皇后 081995年办大事最使人间烟火打弄人 091995年农家喜事大烘被入 那时的喜事真的很欢喜 10.1996年花海新娘 你是我的新娘 我是你的新郎 那人那景那时自然朴实的美 11.1996年通州美食文化节排楼当年 在这里吃过美食的矛头小子 想必已成大叔了吧 12.1996年通州宾馆老通州人应该都知道的地方 13.1997年西门路口 现在的西门路口夜夜灯火如昼 14.1997年老家门前午后 我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老了低头凤凤不不 是记忆中的样子 15.1997年通州会堂曾经 关于通州时政民生的大决策都在这里诞生 16.1998年街新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了 17.2000年 立新照相馆这家老字号的照相馆 摊过40年改革的潮水 留下了一代又一代通州人的面孔 18.2000年 锦华百货商场木质货架 堂瓷脸盆 塑料底部写关于百货商场 你还能想起什么吗 了解更多的故事文记者 照选图通州区摄影家协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